芈月有了身孕更得秦王恩宠 秦王念及芈月所住的会院狭小局促 因此安排芈月住进了唐夫人的常宁殿中 芈叔为了在秦王的心目中树立一个更好的形象 主动向秦王提出 让芈月住到自己的小房殿中 秦王见王后体贴贤良 于是当即便同意了王后的提议 另一边黄蝎苦等多日 终于等到了出宫买药的女医职 面对黄蝎的苦苦追问 女医职只好将自己烧掉书信的事情如实相告 如今芈月已有身孕 女医职只希望黄蝎将芈月忘掉 就当一切从未发生 一时间黄蝎失魂落魄悲痛欲绝 而这一切却被不远处的戴茂尽收眼底 戴茂回宫之中 当即向王后禀告了此事 不仅如此 戴茂当时还在黄蝎的身上跟了很久 同时确定了她现在住在雍府 听到黄蝎住在雍府 芈姝的心中不免有些疑惑 据她所知 雍芮行事一向谨慎 若是雍芮得知了黄蝎与芈月的旧事 她必定会对黄蝎心有忌讳 避嫌远疑 哪里还会让她住在自己的府中呢 戴茂猜测 并使这黄蝎用了假命 这才让雍芮没有识破她的目的 这下抓住了芈月的把柄 戴茂的心中 不由得一阵欣喜 身为公眷 去与外人偷刑 这可是千刀万剐的大罪 若是让大网知晓 定不会轻饶了他们 芈姝听后 只到戴茂没动脑子 这黄蝎 想给芈月传封书信 都要靠旁人转达 更何况 女子还拒绝了她的请求 这也就表示 芈月并不知道公子蝎在世 这偷情之罪 又从何而来呢 再者说来 公子蝎当初 乃是因为旧驾车队 才跌落悬崖 如今死而复生 更是可惜可贺 大网又为何要责罚于她 芈姝表示 此事事关重大 切不可轻举妄动 得让她好好想想 再次决断 待到夜幕降临 芈姝便来到了 偏天之中 看望芈月 芈姝对着芈月 虚寒问暖 百般照顾 弄得芈月 有些受宠若惊 芈月觉得 自己这个姐姐 自小宅心人后 没有心术 此刻对自己怪有加 平当是不生自己的气了 可她却不知 芈姝口是心非 心怀鬼胎 眼前的这人 却早已不再是 当年的芈姝了 芈姝劝退了侍女 又与芈月 一起回忆起了 当年的去事 两人有说有笑 甚是开心 和聊到一半 芈姝却故意 将话题引向了黄蟹 芈月一听到黄蟹 脸上的笑意 顿时少了几分 芈姝先是向芈月道歉 只怪自己 不该提到这些 可随后 却又反问芈月 若是如今 公子西还在世上 她想知道 芈月会如何选择 芈月思考片刻 随后打倒 若是仔细活在世上 即便是刀山火海 我也会去见她 听到此话 芈姝的脸上 似笑非笑 不知道又在 打些什么主意 四日一早 内务府给交房店中 送来了许多菊花 芈姝换来了 孟昭氏和景氏 让他们也挑些带走 孟昭氏 嫉妒芈月 如今所受的 恩宠与待遇 言语之中 竟是对芈月的 嫉妒与不满 芈姝一向不喜欢 孟昭是这样的小人 恰好此时 芈月怀孕不能试寝 芈姝便安排了 景氏前去试寝 待到深夜 秦王整夜月正 受了风寒 大监禁大王 咳得厉害 便询问大王 是否要喝些梨州 去热齿咳 秦王正好 有些饿了 于是便吩咐 大监去拿 片刻之后 景氏端着梨州 进了大殿 秦王不解 为何景氏会突然来此 景氏解释道 王后听说 大王尽日辛劳 偶感风寒 于是便亲手做了梨州 命自己送了过来 秦王尝后 顿觉可口 王后既要管理后宫事务 又要照顾公子荡 和公子壮两个孩子 现在还特地为自己 煮了梨州 一想到这儿 秦王不由的有些感动 于是放下证物 来到了交房店中 看望王后 秦王此时正在梳妆打扮 等待秦王到来 事情果然不出他的预料 秦王见了景氏 喝了梨州 来到交房店后 恰好又见到了 光彩照人的自己 今晚必然会留在 交房店中陪伴自己 就连戴帽都不由地感叹 如今王后 也会这独心之术了 自日一早 秦王看着院中 正在玩耍的公子荡 心中甚是欢喜 公子荡龙惊猛 身强力壮 比起其他的同龄孩子 力气要大许多 将来长大之后 在这战场上 必定又是一位 骁勇战将 秦王想到 眼下芈月也有了身孕 芈月聪慧 她的孩子变相母亲 但而尚无 永无果断 芈月的孩子 应当尚文才好 到时候两个孩子 一文一武 便能助他扫荡诸国 一统天下 秦王虽然兴致高昂 但此话在 芈叔的耳中 却是那么扎人 永永无谋 只能为嫁 智勇双拳 才能称王 大王这话 岂不是再说 自己的荡儿 一生只能征战沙场 无法登基大宝 难道 君王之位 要留给芈月的孩子 这叫芈叔如何 能够甘心 作者的每一个视频 都需要大家的支持 点赞越快 更新越快哦